大家好,我是Terry,欢迎观看这一期的摄影后期节目 在这一期的节目里面呢,我将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高效的后期调色方式 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一种方式 不过在谈具体的调色方法之前,让我们先来谈一下颜色到底该怎么去调 可能很多人会发现我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只有一个颜色,两个颜色 总而言之非常少的颜色,而且有少部分的作品是只有单一一种颜色的 我选择这样的配色不仅仅是觉得颜色越少越容易控制 而主要是觉得颜色越少,视觉冲击力会越大 我所需要用颜色来传递的情绪会更加的明确 我们人对颜色都是有情绪上的感知的 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橙色的时候会觉得很炎热,会觉得很有热情 看到红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激动 看到青色的时候或者看到青绿色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怖 如果看到蓝色又会觉得很清凉 颜色所带来的情绪决定了我们的修片方向 当然这个颜色也需要根据照片原本的情绪去决定 如果颜色越少的话 那么它带来的情绪冲击力会更大一些 比如说像Operisco这张图 它的颜色非常的少 只有两种颜色,一个互补色的配色 而且颜色的饱和度不会特别的高 恰到好处 可以说在不干扰我们视线 不给我们带来任何不适感的前提下 传递情绪,并且不会干扰主题 可以让主题的效果更加的明显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它的颜色也很少,但很遗憾 它的配色,以及它的图片中原本的内容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不适感 所以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图 我相信你都心里有数 到底哪个图是好的,哪个图是不好的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 让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该如何高效的调出具有冲击力的人像照片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 这是在雪中拍摄的一张作品 一张人像算是环境人像作品吧 可以看到这个图 它给我们的内容 给我们的情绪感可能就是 在雪中翩翩起舞的一种小清新的这种感觉 那么让我们来用前几节课学到的方法 来调一下这张图的白平衡 因为明显它的白平衡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就快速的先找最暗的区域 然后最亮的区域 当然不要是纯白的区域 地面是中间区域 因为理论上它地面是灰色的水泥地面 好,那么做了这样的调整以后可以看到 理论上白平衡是舒服了 但是这张图好像并没有什么非常强烈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在想到雪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一个 白平衡非常正确的这种雪景场景 我们想到的雪应该是带有颜色的 而实际上我们相机拍出来的雪的颜色 可以说是五花把门 没有很难说是相机直接拍出纯白的雪 因为雪多少会被环境染上颜色 而在我们在看图的时候 雪还会被我们的心情 被我们的这种对雪的某种认知染上颜色 那什么颜色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 就是蓝色 不过如果这张图把它变成纯蓝的图的话 可能不会特别的好看 但是我们Photoshop里面有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照片滤镜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看到滤镜两个字 就会想到美图秀秀滤镜 很难看很难看很老法师 很恶心很外行 但是如果你用的好的话 你同样可以上一张图 焕发出它所应有的光彩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给它选一个蓝色的滤镜 是不是立刻情绪感就强了很多 虽然它白平衡完全是错的 但是没有关系 它整体的情绪感就非常强烈了 那么你可以通过浓度来控制 它的不明思义浓度 但是太多了的话总会不太好 特别呛言 太少的话达不到效果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范围 那么做到这一步以后呢 这张图就已经达到我们预期效果了 好了这节课内容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咱们下一期再见 等等等等 回来回来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不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老师 随便给大家套一个滤镜就结束了 虽然说套了这个滤镜之后 这张图片看起来非常漂亮 好像已经 已经是带有很强的情绪感 而且达到我们最初的目的了 但是做一个摄影师 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应该更严格一些 不能套一个滤镜就了事了 不能说点一下预设就了事了 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需要让这张图片变得更加精致 让色彩变得更加精确 那么我给整张图展上了同样的颜色 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会让照片看起来很闷 它缺乏颜色的变化 缺乏饱和度的变化 如果你想去选这种单色的图 想修这种单色图的话 你可能在一开始就不能去做色相上的变化 不能说这一块蓝那一块黄那一块绿 那一块紫就不是单色图了 颜色就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持它原本最纯粹的颜色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让这个图出现一些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可以是明暗上的 可以是饱和度上的 这张图在明暗上已经有非常强烈的变化了 像这个右上角特别特别亮 左下角特别特别暗 然后人物身上是一个几乎几乎于剪影的这种状况 我们只需要让亮部区域让上颜色 然后暗部区域让它颜色不要那么强烈 就会发生饱和度的变化 我们来看下效果 我们先用黑色的画笔 选着萌版 不透明度稍微降低一些 选一个我喜欢的数字 就这个吧 少了一点 做大一点 好 我们现在慢慢的把这个角落 擦出一个大概的渐变 这样的话 饱和度比较高的区域 就这个蓝色饱和度比较高的区域 集中在亮部这一块区域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用白色的画笔来调整 这个变化的程度 我觉得 我觉得饱和度高的区域应该再多一些 这样整体的氛围感会更强一些 那么加好了这个图三以后 这是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起步了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微调 整体颜色确定我们要做微调 比如说人物身上我不需要它染上太多的蓝色 但是要注意了 如果环境的颜色发生了变化的话 那么人物身上的颜色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你现在如果把这个 比如说把这个腿的颜色 把它变成一个标准的肤色 那么会很难看 会很假 所以我们只要适度的稍微擦掉一点点就好了 适度的擦掉一些 这个涂层的染色 让腿的颜色稍微恢复一点点就好 手的颜色稍微恢复一点就好 这里其实不用涂得特别精确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样看一下效果 觉得腿部的过度还是不够自然 我们让这个外面的颜色往 往腿部里面蔓延一些延伸一些 这样的话会看起来更自然一些 那么这一步调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光影还有什么问题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这张图这个冲击力已经很强了 这光已经很棒了 为什么还要再去调呢 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 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精调一下 比如说我觉得这一块颜色 黑都有点太突兀了 包括这一块颜色 它好像就有点特别唐突 所以我们建一个曲线 然后把这个曲线的尾巴提起来一点点 稍微提起来一点点 把它加亮一点 然后反转蒙版 然后拿出一个足够大的画笔 把这一块涂亮 不要让它有非常突然的颜色 明度变化 让这种变化看起来自然一些 不要让它有很刻意的暗角 虽然我觉得暗角还是要有的 我们先把这些刻意的东西去掉 然后再来处理暗角的问题 然后我还觉得颜色 在这一块间编得有点太快了 所以有一个办法 就是建一个空白涂层 然后拿画笔选中 选中高光颜色 确认一下没有选错 选对了 那么我们在这块地方先涂上一些颜色 然后把混合模式改为颜色 这样颜色就染到这个区域上来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 我刚才不是把饱和度降低了吗 就是为了降低饱和度 没关系 我这里把不透明度降低一点就好了 降到我觉得一个比较舒适的程度 当然你这一步也可以在这个图层上操作 但是我觉得你图层越多的话 可调的空间会越大 你可以修改的地方也越多 所以我更倾向于建不同的图层来来调整 哪怕是同一个区域 这个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我要让这个雪花进一步突出 也这其实是一个小技巧教给大家 就是当你想要让画面中的空气粒子更加明显的时候 不管是雪花啊雨啊 你就要建一个色阶层 增加它对比度就可以达得很好效果 但是这个对比度怎么增加 你要不停的左右调 左右条件 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的点 因为有的时候我把它调暗了以后 你看这边雪不见了 对不对 或者我把它调亮了 你会发现高光的雪也不见了 所以要找到一个平衡的点去压缩环境的色阶 你会发现它的颗粒感会更强一些 找到一个合适的度 同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度 然后拿出黑色的画笔 选择一个足够大的笔刷 我觉得还要再大一个 然后人物的身上有些出现死黑了 我们可以快速的用选区工具 快速选择工具 把人物给选出来 哇真的很快 因为边缘实在太清楚了 稍微调整一下 选择遮住 雨化 移动边缘稍微往里面缩一点 稍微雨化大一点 因为选的其实挺粗糙的 但是我们只是为了稍微平衡一下光影 所以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建立一个曲线 我稍微提亮一下 灰一些亮一些 目前看来人物是这个画面中最黑的区域 所以我们把这个 这一块稍微提亮一点 把最黑的地方提亮一点 好这样看起来舒服了一些 整体还是要保持 剪影的状态 但是最黑的地方我们稍微灰一些 这样看起来不会那么死黑 好了 那么在完成这几步以后 这张图基本上就是 具有非常鲜明的颜色渲染效果 而且比较平衡的一个作品 滤镜 可以说用在大部分的元素比较少 然后画面比较干净的图上 都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来看下其他的作品 这是我前不久做的一张合成的图 可以说合成完之后 把所有bug消除之后 把光影调整完结束之后 我觉得这张图太灰了 没有很强的视觉效果 那么如果我增加它的饱和度的话 整体的可以说是一个青蓝色的一种感觉 但是这种整体的渲染 氛围的渲染还是不够强烈 那么我需要用滤镜来做一下尝试 当然如果用橙色 用黄色滤镜的话 它也不难看 只是说不符合这张照片的氛围 不符合这张照片所需要营造的恐怖氛围 但是我当然可以选择青色 不过我觉得青色有点太刻意的去吓人了 我还觉得让它偏蓝一些会好一些 带有一点点美感在里面吧 会好一些 当然这个浓度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就有点 颜色甚至有点溢出了 差不多27 我觉得这个长度我比较满意 但是注意了 你套滤镜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我整张图就套一个滤镜 然后就不管了 这样很容易让颜色特别的闷 我们还是要像刚才一样 让这个边缘稍微饱和度低一些 把暗部稍微擦掉一些 让这个保护度高的地方集中在亮部 然后有些地方你会觉得保护度太高了 比如说皮肤上这一块 我们可以把皮肤上这一块高光的 稍微擦掉一点点 然后进步来调节这个浓度 调到32 有的感觉效果就比较满意了 甚至如果你有一些以前的作品 你觉得画面比较干净 比较简单的话 你也可以重新拿出来用滤镜套下 看看效果 比如说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之前已经完全修好的一张照片 已经调色结束了 但是我现在觉得 如果想增加它的这种情绪感的话 我还可以进一步的给它加颜色 比如说我加上橙色默认的这个橙色以后就会觉得就会带来一种这种老照片的感觉 这种时间的流适的这种感觉 可能会更加强烈一点 但如果我让它加上一个青色滤镜的话 青蓝色的滤镜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情绪感又走到了另一个方向 这种寂寞的感觉 这种孤独的感觉 这种无助的感觉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总而言之颜色影响了情绪 然后我们在颜色的选择上面也要非常的慎重 一定要结合主题而来 这当然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在下一节课 调测思路上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 咱们这节课的内容主要还是告诉大家 照片滤镜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直接往照片上面染色 可以直接把颜色丢到照片上面去 但是注意了你丢上去以后 它会和原本的颜色发生混合 比如说你丢了一个蓝色进去 它会和黄色混合成没有颜色 会降低它的饱和度 或者有的时候它会混合成其他的什么颜色 当然这种混合方式 如果你在小时候玩过水彩画之类的 你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对这一个方面 当然你也可以把我们这节课学的东西再扩展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选区把一个物体选出来 然后用照片滤镜给它叠一个颜色上去 让它产生一种新的颜色倾向 那就不一定要应用在整张照片上面 而且我也强烈不推荐你去应用在整张照片上面 我们今天案例其实也做了这方面的调整 就是我叠上去照片滤镜之后 然后再给它做进一步的在蒙版上面进一步的去做这种浓度的变化 来影响这个照片的颜色分布以及饱和度变化 那么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一周也是我们最后一节课 咱们这个系列课里面最后一节课 我以后还会做其他的后期教程 但是可能基础教程就做这么一个 总而言之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咱们下一周再见